我首先要感谢中外媒体对我们核能事业发展的关心 对我们核安保中心建设的关心 2010年核安全峰会召开以来 现在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三届 第四届也将在3月31日在美国举办 我想今天核安保示范中心投入运行 就是我们向核安全峰会提交的一个成果 在核安保领域我想这几年有这么几句话可以概括它的成绩 第一 法治建设不断推进 中国的核材料管理的三个办法已经颁布实施 中国的核安保条例已经提交国务院审议 原则能法立法工作也进展顺利 第二 是核安保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关于核安保的实物保护 关于核材料的横算和控制 关于核安保网络安全 在这一方面的技术研究在不断的生命 我们看到的现在建成的世界规模最大的设备仪器最先进的核安保示范中心 代表了中国在这一方面核安保技术水平的进步 也代表了我们中美合作在促进核安保技术进步方面所做的努力 第三句话就是核安保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大 我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特别我们和美国双边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原子能院 我们的微堆改造是中美合作进行的 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今年三月份已经低农化实现了 我们和美国还有加纳 也正在对加纳的高农度堆进行低农化的改造 第四就是政府监管不断加强 我们建立了国家核安保的技术中心 形成了一支专业的队伍 我们对新建的核电设施 从基础威胁和核安保整体设计 是进行了严格的成长 政府也加大了对这个领域的投入 对已有的核设施 我们投入了数十亿元来建设核安保的系统 最重要的是中国明确了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 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核安全观 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 坚持权力与义务并重 坚持自主和协调并重 坚持资本和治标并重 可以最后有一句话说吧 中国的核安保整体实力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当然挑战和很大 我们还要面对这个挑战 做好后续的工作 感谢观看